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会在闲时写一些小说 二人寒暄之后 钟秀将在商店抽到的女士腕表送给惠美 惠美一边笑着嫌弃手表很土 但还是戴在手上 并邀请李钟秀晚上一起出去喝酒 晚上喝酒的时候 惠美告诉钟秀自己很快会去非洲旅行 想把自己的猫咪波友交给钟秀喂养 她还说猫咪不能挪窝 所以请求钟秀到家里照顾猫咪 但钟秀却来到惠美的家里时 却没有见到猫 她怀疑波友也只是存在于惠美想象中的猫咪 少年时期的钟秀嘲笑过惠美长得丑 但钟秀也曾救过惠美的性命 或者为了报恩 惠美主动和钟秀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钟秀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家 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 姐姐也已经出嫁 而钟秀的父亲李龙石因为对执法人员进行暴力行为而被起诉 而李龙石却十分倔强 连律师的话都不肯听 父亲的老朋友希望钟秀去劝劝父亲 尽快写篇申请文来申请缓刑 钟秀知道父亲不会服软 所以替父亲写了反省书 然后请求父亲的邻居签字 钟秀还会抽时间去照顾猫咪 可是连着半个月钟秀从来没有见到过伯友 但仍然每天都去添好猫的食物和水 惠美从非洲回来后 却带回来新结交的男朋友小强 钟秀脸上挂满失落 小强十分富有 表面看上去对惠美十分喜欢 还会时不时邀请钟秀聚会 一次 钟秀在自家的农庄里干活时 惠美和小强却突然到访 惠美提起幼年时掉进井中 被钟秀救起的事情 夜幕来临 钟秀和小强将睡着的惠美送进屋里后 两个大男人在院中闲谈 钟秀说 小时候的他在父亲的诱导下 把母亲的衣服在院子里烧着了 这件事他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小强则告诉钟秀 自己喜欢烧又脏又乱的塑料棚 而这次来 其实是事先踩点 想要烧掉离钟秀家很近的一个塑料棚 可是自此一别 钟秀却再也没有看见过惠美 惠美消失不见 钟秀用尽任何方法也没能找到她 之前住的公寓里也没有了居住的痕迹 所谓的猫更是不见踪影 绝望的钟秀 每天都去确认家附近的塑料棚有没有被烧 而当钟秀向邻居问起惠美口中的水井时 大家纷纷说 这里从来没有过水井 之后 钟秀找到小强 向他询问惠美的行踪 他什么时候进行烧塑料棚的行动 小强却说塑料棚已经烧掉了 在离钟秀很近的地方 只是他还没有发现而已 惠美就这样在钟秀的生活里失去了踪迹 钟秀开始跟踪小强 但一无所获 这时 消失很久的母亲突然联系钟秀 母亲告诉钟秀 惠美家附近的确有一口没有水的枯井 一次小强发现了钟秀 邀请钟秀到家里参加派对 之后 钟秀却在小强家的卫生间里 看到惠美的手表 仿佛战利品一般收在抽屉中 这时 小强家新受让的流浪猫猫咪 从门口跑了出去 小强和他新教的塑料棚 以及钟秀 一起出去找猫咪 猫咪被钟秀发现了 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喊出boyo 没想到猫咪直接跑到了他的怀里 在聚会上 小强的女朋友 在大谈特谈在中国旅游的感想 小强的朋友似乎在看戏一般 钟秀仿佛意识到什么 转身离开 因为当初惠美也是一样 被众人围观 钟秀父亲的判决书最终下来 宣判有机徒刑一年六个月 回到家后的钟秀 卖掉了家中最后一头小牛 以发现惠美为由约小强见面 钟秀没有多问什么 直接用刀子狠狠扎入小强的心脏内 然后脱下全部的衣服 一把火将一切燃烧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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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